时间多了 早知道我应该在八大局早上逛一逛 然后直接打车过来 稍微时间卡得紧一点的话 不能再逛过八大局的 没有逛 有点可惜了 不过主要是我昨天买了紫品饼 实在太时尚了 那玩意儿我一天都吃不完 买了两斤多 一大块 也不是很贵 12块钱一斤 我买了28块钱的 现在这是两斤多 非常时尚的一大块 反正估计就得吃一整整天了 因为正好晚上也是坐火车 睡火车上的 然后就想着也可以带点吃的 然后可以吃一点 然后晚上火车带着吃 自薄小饼 那个小烤饼应该也是还可以的 但是那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你得加肉才好吃 不加肉不行的 所以我带不走它的烧烤 就不能带走它的肉 就不想带它的饼 然后它另一个是炒锅 多亏类似于那种 就是怎么说呢 薄脆的那种东西 煎饼里的薄脆一样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那个东西也是就是如果干吃不加着 鸡蛋或者肉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好吃 它那个 那个奶香罐我没买 那个可惜了 那个应该很好吃 但是问题那样肯定长胖 都来吃烧烤了 我为什么要担心长胖 是的是的 我为什么昨天不买一点那个尝尝的 昨天反正走过路过还是挺多好吃的的 爽上起来没再去转一趟是可惜了 应该带一点吃的 再带点吃 昨天晚上因为想留着肚子烧烤 后来我 要不然我没溜肚子 那烧烤还真吃不完 烧烤真挺酷的 尤其它还带着饼 现在这光吃饼我都能吃饱了 还别说那么多肉了 老人起来我都有点吃撑了以后不消化